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要找一个份数的取值范围的话 大致上我们都会设计一个新的英文字母 就等于这个份数的 就是x的平方,减2x,再加21 over 6x,减14 那我们第一件事要查的呢 就是要看看这个份母的部分 会不会等于0 幸好我们有这个条件 就是x不等于7over 3 那这个条件就刚刚帮我们restrict了这个份母的部分 就不会等于0 那如是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份母整个踢到右边 然后整条来做整理 那整理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有x的平方 减2乘以1加3y 这个东西的x 再加21 加14y 整个东西等于0 那然后呢,我们的讨论就是x 那由于是实数的关系 那基本上是什么value都可以 那所以我们都可以安全地 assume 那这一条式呢 是有2个10斤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 这一条 Determinant 这一条式 也就是b平方-4ac 那在这个case就是4 a乘以3y加1 这个平方-4ac 也就是14y 加21 那整个东西就大 或者等于0 那然后又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 那我们就会计算出呢 9y的平方-8y-20 那它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被拆解的 拆解出来呢 我们就会有 9y-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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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y-2 那这一块东西呢 就大个或者等于0 那所以呢,我们解释出来 y呢 也就是等于这一条式呢 x平方-2x 加21 over6x-14 那它的取值范围呢 第一个 就是会少于或者等于-10 over9 那第二个呢 写多一次啦 x的平方-2x 加21 over6x-14 那这块东西呢 另外一个取值范围呢 就是大个或者等于2 画面看到的这条方程呢 其实它就是一条四次的倒数方程 那换句言之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条式里面 x的位置 只要拿一个1 over x 去代替这个x的话 那这条式整理一下之后呢 我们发觉 我们始终都会见到这个方的 整条x出回来的 那 如是者呢 我们就又可以用回 关于倒数方程的一般处理方法 那 一般处理方法呢 第一件事 我们将整条式呢 就会除以中间这个x的行 那中间这个x的行 就是x的平方 那我们这次就除x的平方 那但是呢 在除之前 除完之后 由于变了分数的关系呢 那又是这个老规矩了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 究竟分母的部分 会不会等于0 那我们要除x的平方 那就是要看看x 可不可以等于0 那我们如果丢 在这条分数里面 丢0下去的话呢 那发觉 就剩下最后的一个系数 那我们有一个系数是1 那这条不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条式 安心除以x了 那除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 x的平方 加跟好ax 再加3 然后再加跟好a a over x 然后加1 over x 的平方 这条是等于0的 那然后呢 下一步呢 就是 将这些 最左和最右的 固埋起来 然后配方了 那做完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条感张感觉 x 加1 over x 整个东西的平方 那你就会见到 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会用了的2 在这里的 因为配完方便会用了2 在这里的 那么加一个跟好a x 加1 over x 那么 由于之前用了2 那么现在这个3 就要还2 给它 那里面呢 就剩下1 的 那我们有一条很帅的方法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 看到 这个x 加1 over x 呢 就整天都会出现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 等于 y y 定义 定义 x 加1 over x 那之后呢 这一条式呢 就整条变成这样的样子了 y的平方 加跟好a y 再加1 这个东西对于0的 那 然后呢 是时候就可以用一用 关于 这个 determinant的表达法去看看 究竟有实根是什么意思了 那我们有这条二次方程呢 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它的 判别式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b的平方 b的平方 减4ac c a是1 c是1 那这东西呢 就需要大个或者等于0的 那我们 显而易见呢 就知道 a的取值范围呢 就是要大个或者等于4了 那这个就是这一条题目 要找a取值范围的提解了